大家好 那么上一课呢 我们是主要是进入了本门课程的第九章 现在是软件的组件 我们在这一章呢 我们之前介绍了 主要是键盘的一个应用的情况 包括它的模型啊 它的一些初始化的函数 还讲了一个LED的一个显示器的一个模型 还有它的一些简单的接口函数的定义和应用 那么这节课我们接着上节课的内容往下讲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LCD显示器 那么LCD显示器呢 它是被广泛的使用于个人的设备当中 它的应用范围还是在不断的扩大的 那么LCD呢 它是一个被动显示技术 那么它本身呢 它是不发光的 那么利用反射光来显示字符和图形 那么它的功耗也是非常低的 那么在低功耗的场合 特别是电池供电的嵌入设备上 得到一个比较广泛的应用 那么通常的LCD它使用的是自然光 那么反向自然光来进行显示 那么如果周围的光很少 或者没有光的时候呢 那么它需要在LCD的一个后面 放置一个光源 那么这个光源呢 就叫做被光 那么被光呢 可以通过通过厂来发光 或者LCD来实现 那么EL呢 它的背光非常微弱 它产生一个非常均匀的一个光源 那么用于LED的光源颜色很多 那么常用白光 那么EL背光的电流很低 但是需要较高的一个电压 那么通常在20伏以上 那么EL背光的使用期限呢 通常是2000到3000 3000小时 那么LED背光的使用寿命是比较长的 那么它的耗电也当然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通常呢 LED背光 它是嵌在LCD的后面 而且可以有很多颜色进行选择 那么通常的LCD 它只是一个显示器 那么实用的时候 需要配合驱动器和控制器 那么它们与处理器之间的关系 我们用这个图来刻画一下 那么LCD显示器呢 它主要是包含这几个类型的产品 一个是字符的LCD显示 一个是图形LCD显示器 和定制的LCD显示器 字符的LCD显示器 与LED的显示器的形式是相同的 都属于一个七段码的一个显示器件 它和LED七段的码的显示器 相比功耗要是低的多 那么这种图形的LCD显示器呢 它有时也成为点阵的LCD显示 那么它可以显示任意的一个图形 那么定制的LCD显示器呢 它是根据用户的特殊的产品 定制显示图案 比如说电子之力使用的LCD显示器 它就属于定制显示器 那么随着这种技术的发展呢 彩色显示器可以广泛的应用 诸如比如高端的EPDI手机当中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它接口函数 那么它的显示器的种类是非常多的 那么特别是对这种定制点LCD 那我们就以这个CDRLCD的显示器为例 来定义它的接口函数 那么通用的LCD显示器呢 就包括字符型和点阵型 应该分别进行定义 那么其中字符型的LCD呢 它的定义可以参照LED的定义来进行 那我们这里只讨论点阵图形的LCD定义 那么对于LCD呢 它目前的产品只有三种 就是黑白灰度和彩色这三种 那么定义接口函数的时候呢 有两个方案 那么可以为每一种的LCD定义接口函数 也可以定义一种接口函数 那么第一种方案呢 它的优点呢 就是说采检性比较好 那不同类型的LCD使用的 不同定义的那个一套的LCD的组件代码 但是应用软件在移植的时候呢 它是使用那个不同种类的LCD 需要修改 应用软件的那个代码 来适应新的LCD的接口函数 那么第二种方案呢 它是定义一种LCD的组件代码 那么支持所有三种的那种LCD 在显示器这种方案的一个优点呢 就是说 它将来可以把应用软件移植到 其他不同类型的LCD模块上面 无需改动显示程序的设计 那么移植起来也比较方便 但是它的移植性是比较差的 下面来看一下接口函数的实现 第一个这种函数就是LCD的初始化 那么它的初始化主要是完成一些 LCD的一个控制器的初始化 那么LCD控制器呢 它是一个可编程的芯片 它可以用于LCD的工作 那么主要是通过这个函数 这个也是一个无符号的八位的一个控制函数 通过它的参数来进行控制 那么第二步呢 第二个的函数呢 就是关闭壳打开的一个显示 那么虽然说这种LCD它本身的功耗低 但是加上背光呢 控制器啊 驱动继电器等等这个电路 那整个LCD系统的功耗也是不容忽视的 那么所以我们在设计这种 LCD的控制系统的时候 它主要是控制驱动和 主要是关心的是控制驱动器 和控制器的一个工作 那么它的一个函数呢 就是一个LD off 一个LD on 那么第三个函数就是清除LCD显示器 那么这个 跟LED是比较类似的 就可以直接清除LCD的屏幕 那么这个实现呢 实际上是将那个显示屏呢 就显示一个空格 那么第四个函数呢 就是显示字符算 那我们是用这个函数来定义的 那么它是用于在LCD上 指定位置显示 字符算 那还有一个就是显示像素点的这个函数 那么它的功能也就是在指定的位置上 显示一个像素点 那么这里的像素点指的就是 LCD屏幕上的一个显示的一个像素 那么还有一个第六个就是它的画线 它的功能呢就是在LCD的屏幕上显示一条线 第七个呢 就是它有一个画矩形的这个功能 那么这个它的功能就是在LCD的指定位置上画一个给定属性的一个矩形 那么当然它还有一个画弧线的一个 画弧线的一个功能 这里我们就不再详细说了 那么它的显示系统的一个组件的一个实现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LCD显示模块的设计呢 它主要是对LCD的控制 对它的控制器变成 那么不同厂家的LCD控制器呢 它有一定的差异 那么做到LCD接口模块完全的 可移植还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可以做到一种LCD控制器在不同的嵌入式处理下来的移植 那么同一个系列的LCD控制器呢 它的接口模块的一个兼容性的一个移植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 这个图是一个LCD显示器的一个编程结构的一个模型 那么它的接近的看这个图 我们看一下这个LCD显示器 它的一个编程结构主要包含下面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LCD的一个显示缓程区 那么它又成为显存 那么它呈现的是一个矩阵的结构 那么也就是说LCD上显示的像素 对应于显存当中的存储单元 那么通常显存的空间就大于LCD所要存取的 所需要的存储空间 那么所以呢 显存可以存储多个LCD的页面 那么程序设计的时候呢 LCD显示其中的一个页面 那么程序呢可以写其他的页面 那么不同的页面之间进行切换 来实现快速的显示 那么可编程的部分除了显存之外呢 还有另一个就是LCD控制部分的一个控制集存器 那么LCD控制集存器的功能是比较强大的 那么所以来说有许多的控制集存器呢 它可以通过这种边层控制来 通过边层来控制集存器 那么可以设置多种的显示方式 那么基于LCD控制器的边层结构呢 LCD接口组件的边层呢 就包括两大部分 第一点呢就是说 LCD的一个基于LCD控制器的设置和初始化 那么它是在一个刚才我们所说的 介绍那个接口函数 就是LCD初始化 接口函数当中进行 那么它的一个关闭和显示的一个 开启的一个函数的操作 它也可以设置那个LCD的控制集存器 那么LCD的显示函数的实现呢 它主要是操作LCD的一个模块的显存 那么LCD接口函数的模块 它提供了一个显示字符和图形的功能 那么程序设计的框架 那么基本上是相同的 我们这里就不再详细的说了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个问题 就是日理时钟 那么日理时钟呢 它是主要包括一个日理的数据 还有时钟的数据 那么它的功能有两种实现方法 它的功能呢 它有两种实现方法 第一个呢 就是说 在计算机早期的时候 那日理时钟呢 它产生的是一个 采用的是一个通用的定时机 或技术器的一个软件模块来实现 但是这种实现呢 如果说计算机停电了 掉电 那么日理时钟就恢复成初始值了 那么下次计算机启动的时候 就必须重新设置 那么这样就很不方便 那么目前呢 大多数的 嵌入系统的日理时钟呢 就采用了专用的 日理时钟的芯片来实现 那么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钟芯片 也需要外接电池 那么也有的 时钟芯片与电池 就组装在一起 形成这种模块电路 那么即使这种系统掉电了 那么电池的电力 也可以维持日理时钟芯片的一个准确的运行 那么通常呢 日理时钟系统呢 就包括一个 一个时钟芯片 一个电池 还有一个就说一个 32K的一个 赫兹的一个实音晶体 那么有的嵌入式的处理器的芯片上 也集成了这种实时时钟的一个芯片 那么这样的嵌入式的处理器的日理时钟系统呢 它只需要增加时音晶体和电池就可以了 那么有的系统呢 它需要外接一个独立的日理时钟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一个日理时钟的一个实现原理 也就是通过 通过一个各种各样的接口函数呢 我们可以完成那个 对时钟的一个接口函数的一个实现 比如说我们Clock 比如说这块我们要显示的是年月日 小时分钟秒啊 还有星期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 接口函数 与他们那个一个叫7Clock的一个模块进行通讯 来完成中段的任务和中段服务力程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它的接口函数 那么第一个 这个Clock 那么它是一个初始化的 也是一个初始化的代码 那么这个模块和其他调用函数之前调用 那么这个就是最开始进行调用的时候 是进行这个模块的调用 那么它是用于初始化 日理时钟模块的一个内部变量 以及充电日理时钟模块的任务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设置日期的一个调用 包括后面还有一个设置时间的 设置那个 这个第四个函数就是setDateTime 那么这个呢 就设置当前的一个日期和时间 俗称对表和日期的 对表 俗称对表日期和时间 那么下面一个就是getDate 这个函数呢 就读取当前的日期 那么getTime就读取当前的时间 那么可以将getTime一块读取 就当日期和时间一块读取出来 那么当然还可以是format 这个format呢 就是说将当前的时间 转换利用字符刷的形式来编写阅读 下面我们一看一个问题 就是模拟量的输入问题 那么在自然界有一些参数 比如说温度啊 压力啊 位移啊 等等 它都是模拟量 那么我们在应用的时候 就是必须将模拟量呢 就转换成一个数字计算机 我们才能进行这种处理 那么这时候就需要进行一个魔术的一个转换 那完成这一转换的模块呢 就是模拟量的输入模块 或者说是一个组件 那么典型的一个 模拟量输入电路系统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 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模拟量输入的一个硬件的结构 那么它的系统 我们从这个图上看到 就是物理最基本的物理参数输入电器 首先经过的是一个传感器 然后是放大器 然后经过一个滤波器 还有一个是模拟多路开关 还有一个魔术转换 ADC这一块 等等 主要是包括这几个硬件的部分 那么这里面的放大器呢 那么传感器 首先传感器呢 传感器就是我们通过一种器件 可以将外界的 比如说我要测量这个温度啊 或者压力啊 将它的一个参数 将它链化成一个传感器 通过对它的一个链化 来把它形成一些数据信息 那么这些数据信息经过放大器 那么这个放大器呢 它主要是经过对那个传感器传来的信号 进行一个放大 因为传感器获取的信号 有可能是比较很微弱的 那么经过放大器 进行放大到足够 我们能够测量的幅度以后 然后我们再做下一步的处理 那么这里面的滤波器呢 主要指的是一个低通的滤波器 那么它是用来减少不需要的一个高性的干扰 那么从放大器输入到滤波器的输出 我们这个这一段过程呢 我们叫信号的条理 那么它的目的呢 就形成一个魔术转换器 所能接受到接受的一个信号 这个模拟多数看观呢 它是由魔术转换器 特别是高速的 一些高精度的一个魔术转换器的 它的层管是比较高的 那么所以说在大多数的设计的时候呢 它是多路模拟量 共用一个魔术转换芯片 那么通过使用这种模拟多路开关呢 就可以实现多路模拟量到 魔术转换器之间的一个切换 那我们这里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魔术转换器和模拟多路开关之间呢 我们需要加入一个采样的一个保时电路 那么因为这时候呢 魔术转换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那么在转换工作期间呢 需要保证模拟量的一个输入保时不变 那么模拟量的输入组件呢 就需要完成对模拟量的转换 处理和读取操作 那我们下面看一下它的接口函数 那么它的输入接口函数 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 它主要是 因为模拟输入组件的模块 它的功能呢 就是读取魔术转换器的一个值 然后把这个值返回给用户 应用程序来进行处理 那么这里就定义了一个接口函数 就analog input 那么这个函数的原型呢 它是一个无复号的16位的一个函数 那么它可以有无复号八位的一个层数 还有一个通道数 这里我们就不再详细说了 那么它读取 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个读取 某一输入一个输入问题的一个 读取魔术转换的一个方法 那么启动魔术转换和读取魔术转换的方法呢 它是取决于魔术转换器的一个工作速度 那么大多数的魔术转换器呢 它是需要显示的处发 以开始来进行魔术转换 那么处发方式呢 那么可以是电频处发 也可以是边缘处发 那么魔术转换的结束以后呢 就会给出一个转换结束的信号 来通知用户 那么用户呢 通过软件方法呢 就读取这种魔术转换的结果 那么所以在读取魔术转换器的 转换结果的方法呢 就取决于很多的因素 比如说魔术转换的速度啊 模拟量的输入 有多少个通道等等 我们这里主要是介绍几个 读取魔术转换的一个方法 那么第一个 我们比较通常的就是一个延时法 也就是说如果魔术转换器的速度 比较慢的时候 我们这里的慢快呢 就指的是一个 转换的速度和处理的处理器的速度 那么这时候可以采用这种延时的方法 我们这个具体的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介绍啊 第一个呢 就是首先呢 就是选择 需要进行魔术转换的一个通道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第二步呢 就是处罚进行魔术转换 那么下来呢 就是延迟一段时间 等待魔术转换器的输入 信号稳定和转换结束 那么第四步呢 就是读取魔术转换的值 那第五步呢 就把读取的值提交给应用程序 那么这里是一个 进行魔术转换的一个尾代码 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代码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调用这个成 这个这个函数 我们刚才所说这个 Nalog Input这个函数 那么首先呢 就是说 要操作模拟多路开关 来选择这种模拟转换的一个通道 然后进行延时 就等待魔术转换器的输入 端稳定了以后呢 这时候我们再启动魔术转换 启动完了以后呢 就延时就 这时候是需要等待 魔术转换的一个结束 结束完了以后 我们就读取 魔术转换的结果 并把它返回给这个调用者 那么它的第二种方法 就是中断法 那么这个方法 它是利用魔术转换器的 结束信号来通知用户 那么通常呢 魔术转换器的结束信号呢 它是作为一个中断信号 那么魔术转换结束的时候 就快产生这种中断 那么在中断的服务程序当中呢 它就可以读取这个魔术转换的结果 那么它的工作层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步呢 就是说驱动程序选择要读取的一个模拟通道 那么第二步呢 就要处发魔术转换器开始转换 那么第三步呢 是驱动程序等待信号量 那么第四步呢 就是魔术转换结束后 产生这个中断信号 那么第五步呢 就转换结束 中断发售了这种信号 那么信号量 那么第六步呢 就驱动程序来读取信号量 最后一步呢 就读取的转换结果提高为 用户实现 用户来进行调用 那么这种方法呢 它的数目 它的魔术转换读取 包括两个程序模块 一个是魔术转换的一个驱动程序 另一个是魔术转换的一个ISR 就是中断服务程序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 右边这个图呢 它是一个驱动程序的一个代码 我们看一下这个驱动程序 这要完成哪些呢 完成哪些操作呢 首先就是要选择要读取的通道 输入的通道 那么下面就是等待 魔术转换结束开网 输入信号稳定 稳定后以后启动 然后再等到这个信号量 就是CMAD或者超时 超时了它就会出错了 那么我不超时的话 等待到了 那我们就读取它的结果 返回 那么它的中段服务程序的历程呢 我们看一下左边这个小的框图啊 那么这个呢 很简单 就中段服务程序调用的话 我们就发出一个 魔术转换结束的一个信号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种方法呢 模拟量输入的第三种方法呢 就是直接法 如果说这种 魔术转换的工作速度很快 小于中段服务历程的一个处理时间 我们就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那么这种方法它的过程呢 第一步呢 就是说驱动程序选择要读取的一个模拟的输入通道 第二步呢 就是处发 处发开始工作 第三步呢 就是等待 等待魔术转换的一个完成 那么第四步呢 驱动程序要读取魔术转换的一个结果 那么第五呢 就是魔术转换的结果 返回这个调用程序 那么看同样这里给出一个 它的一个 这个过程的一个执行的一个程序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选择好这个模拟 选择好模拟输入通道 下面就等待模拟信号 在模拟信号在模拟转换的输入端稳定下来以后 同样是要等待这个信号稳定下来以后 才能启动这个模拟转换 那下面就启动这个工作 最后呢 就是下面就是检测这个 是否完成 如果完成了就读取转换结果 当然也可以完成其他一些功能 最后就是把转换的结果来返回这个调用者 那么在模拟模拟量模拟块组件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一致性的问题 那么组件化的方法呢 就是把AD转换的一个细节呢 它就隐藏在组件内部了 那么应用程序的设计 那么可以不考虑这种魔术转换的方法 或者读取的方法等等 那么对于一个模拟量来说 模拟输入上的一个描述变成通道号 那么通道号呢 就代表一路模拟量的一个输入 目前的模拟转换器的精度呢 8位10位14位 那么有的还可以高达24位 或者更高 那么上面给出的例子 就是把链化的一个结构表示成16位 那为了将来技术的发展呢 我们就可以将它转换成32位 这都是可以的 那么在一定的 那么对于那种小于32位的那种魔术的转换器呢 那么第一位表示转换的结果 那么高位我们就可以用0来听充 那么最高位当然是作为一个符号位 来作为输出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拟量的一个输出问题 那么这个模拟量的输出 它的环节它是主要包括下面四个环节 第一个就是竖摸转换器 就是我们经常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 这个图呢 其实就是根据于每一个通道 不同的通道 其实它的完成的功能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具体的某一路就可以了 那么首先呢 是一个竖摸的转换器 那么这种竖摸转换器的成本一般不高 因此来说每个竖摸档 我们这个就是你有多少路的转换通道 我们就采用多少个的竖摸转换器 那么竖摸转换器呢 就把处理器输出的那种二进制的数字量 转换成一个电流或电压 那么经过这一个低通滤波器 我们这个低通滤波器 就可以去掉它的一个高频部分 那么将这个低通滤波器处理完了的信号 我们就会送给放大器 那么这放大器呢 它的作用呢 就是对输入转换的模拟信号进行放大 来驱动这个需要更大功率的执行器 或者驱动器等到一个负载 那后面放大器 完了我们可以加一些执行器或者驱动器 来驱动它这个信号 那么看它的一个结构环数 那么它的竖摸转换器的输入 它是一个二进制的一个数字量 那么输出它是一个模拟量 那么进行数目转换的 实际上就是把数字量 写到数目转换器的端口 那么这种写法呢 它是根据I-O端口的单独编制 还是与存主器同一编制来说是不一样的 那么无论是采用哪一种方法呢 那么与普通的I-O端口的操作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需要定义的 结构环数就是只有一个 就是一个数目转换的一个结构环数 还是同样的跟那个输入的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analog output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的具体的参数 我们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就是说是模拟量输出一个简单的一个小例子 那么这个看一下这个图 那这个图呢 它是一个数目转换器 一个驱动一个电压表的一个例子 那么首先呢它是把温度嘛 温度作为一个输入 那么软件呢就是把温度换算成一个二进制的数 比如说你的温度它有个范围 那么二进制我们就有一个范围 这里是用0到255来表示它这个温度的范围的 那么把这些数字量呢 经过一个八位的DA就转化成模拟量 模拟量 也转化成一个电压方面的一个模拟量 来控制这个仪表来指示就可以了 那么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代码的一个写法 那么同样呢 首先定一个tempo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呢 它是一个数据呢 就是数据来源和处理 那我们就把这个来源得到的一个数据 你tempo是一个输入的数据 然后就调用我们这个 anelic output这个函数 那么这时候电压表的指示 就指示了相应的这个模拟量 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在接着下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字量的一个 输入数据问题 因为数字量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称之它为开关量 那么开关量呢 那么它在大多数的签入数系统当中 我们都会碰到的 包括一些开 它其中就包括两种状态 一个就是开 一个就是关 那么这个图呢 它是一个开关量 一个输入输出的一个接口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原理 比如说我们可以将一些压力开关 这上面有很多的开关 一个通过并行的接口 有压力的温度的限制的 或接电器的 或者其他一些开关量 那么通过这些开关量呢 我们就可以设置零胶 比如说这如果是输入的话 我们可以读起这些每个每个端口的那个状态 如果是零的话 我们认为它是比如说是第一号零是关 那么一就是开 我们通过读不同的端口 它这个状态来判断它这个开关量 到底是那个是那个什么样的状态 是开呢还是关呢 那么然后再进行我们自己以后会续的处理 那么在嵌入系统当中 通常是利用开关量来控制 灯啊 继电器啊 阀门啊等等 那么这些控制量 通常都使用一位开始开关量就可以了 但是那有些嵌入系统当中的输入输出 通常是以八位为单位的 那么根据他们的不一致性 我们可以采用两种的实现方法 那么第一种呢 就是直接以字节为单位的一个处理开关量 那么通常呢 大多数的处理器进行输入和输出的时候呢 那是以字节为单位的 那么也有一些处理器呢 它是由于未操作的一些指令 但是这种未操作它不具有普遍性 那么这种普遍性的操作呢 就是一些字节的输出 那么由于一位开关量可以表示一个物理量 那么在进行输入和输出开关量的时候呢 不仅进行了有关的开关量的操作 也同时操作了其他的开关量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一个借口函数的一个实现 那么它这种方式的一个借口函数 我们看一下就是LWrite 第一个就是写就完成开关量的一个输出就可以了 那么同样是根据它的参数设置来输出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一个读 那么有写当然还有它一个读的一个操作 那么它是读取一个开关量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包装以位为单位的一个处理的开关量 那么上面的这种接口函数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第一种方案的这种接口函数呢 它对于应用程序来说呢 使用起来不太直观 那么需要对LW的开关量进行一个处理 那么这种 我们下面就给出的这种方法呢 就直接操作相应的开关量 那么由于系统当中呢 可能有多个开关量 因此呢我们需要给每个开关量 去分配一个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呢 就是成为逻辑地址 那么逻辑地址的表示范围 它呢是0-65535 一共是65536这个这么多个数 那么目前的应用应该说够了 在一般的应用场合是够用的 那么首先定义一个红嘛 比如说on可以表示 表示和尚开关和尚 那么off就是断开 那么这里就可以有一个函数的原型 就是space red 这个它是读取并返回开关的一个状态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space red 这个输出开关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这种两种方法 到底谁好谁坏呢 我们来做一个比对 那么这两种方法 它关键的操作呢 都是对系统的RL端口 进行一些读和写的操作 那么不同的方式呢 就是说方式一呢 进行直接读写 那么方式二呢 就对读写的值呢 进行一些分离和包装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优趣点 第一个方式呢 它的优点就是程序的代码亮相 那么执行的速度也比较快 但是程序设计的时候 它是不直观 而且程序的一致性 它不如第二种好 那么第二种方式 它的优点呢 就是可一致性好 但是开关进行了抽象化 屏蔽了开关量的一个操作的细节 那么它的缺点呢 就是说程序的代码量比较大 那么执行的时间开销应该是比较大的 那么但是由于现在这个处理器的速度 是不断的提高 存储器的空间也是不断的扩展 那么这种第二种方式带来的问题 应该说是可以克服的 所以我们在涉及到开关量操作的 嵌入系统软件设计的时候 我们是建议使用这种第二种方法 这样它的程序的可一致性 还有代码的复用性 都是比较好的 那么这是一个 比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 我们是用那个方式二的 给出一个开关量的一个 一个小例子 那么我们这时候 假设开关量它的输入呢 是一个按键 那么它的通道号是10 那么开关量的输出 它是一个计电器 那么通道号是20 那么控制它的目的是控制一个灯 它完成的功能就是开关核上的时候 就灯亮 开关锻开了灯面 那么这个是 应该说是很好写的一个小程序 首先呢就判断 我们读这个第十个通道 是不是2呢 是不是核上呢 如果是呢 我们将第二十个通道打开一下 如果不是呢 就让它关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一部串行通信这个UART 那我们知道大多数的这种嵌入式处理器 它都具有这种串行的接口 那么它都是遵循一种RS23M的一种标准 那么它可以实现处理器之间的通信 还有跟处理器跟其他装置之间的一个通信 那么串行通信有三种最基本的通信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单工 那么单工 所谓的单工通信呢 就是说 我们数据 比如说我从U-A到B 那只能是从A到B这个单一方向的一个传播 比如说我们目前用的电台啊 电视台啊等等 这都属于这种单工通信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半双工通信 那么数据比如说还是从A到B 那么进行半双工通信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数据可以从A到B 也可以从B到A 但是是不能在同一时刻进行传播的 比如说我们这种Rs85的这种通信模式 它是一个半双工的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全双工的通信 所谓的全双工的就数据在同一时刻 可以进行互相的一个传输 那么这种异步的串行通信组件呢 我们就可以分为两个子模块 那么第一个就是服务接口模块 就是API 那么它是被用户的编程提供了这种API的一个接口 那么完成了一个模块的初始化啊 数据发送啊 还有数据的接收 而且还可以管理发送和接收的环形对列 那么第二种呢 它的模块就是中端服务程序模块 它允许把收到的字符送入 接收环形对列 把发送环形对列中的数据再发送出去 那么为了一致的方便呢 模块的设计尽量就不使用这种操作系统来调用 那么模块的实现这一块 我们来看一下 串行通信它的基本功能 就是完成数据在串行通信进口的发送和接收 那么它可以工作在查询方式和中端方式 那么对查询方式 就是通信控制计存器 它有一个状态 状态计存器 那么通信过程的那个 通信状态通信过程当中的状态 就反映在状态的计存器当中 那么处理器通过查询状态 计存器的值来得到发送和接收的状态 那么为了提高这种处理器的效率 那么通常采用这种中端的方式 进行串行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那么特别来说 我们接收方面考虑的就是采用这种中端方式 那么考虑这种接收这种接收方法 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是一个看一下这个图啊 这是一个串行的缓冲方式接收自己 那么这种 这种方法呢 就是当采用的一个中端驱动工作的时候呢 那么它的接收段 接收的一个字符就会呈现一个中端 那么服务里程呢 就把ISR呢 接收到ISR呢 它是从端口 比如说我们从接收电路 读出来接收到的字节 来清除这种中端源 然后接收到接收的清除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接收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可以发的一个环形的队列 对围 比如说这有个接收的一个 看一下这个环形的东西 它是一个环形的缓冲区 也就是我们接收的这种中端服务程序 接收到这个字节以后 把字节按照那个队列 来放到队列 按照队列的顺序来放到队尾 那么应用程序调用的时候 是从那个环形队列的列头开始调用 那么这个缓冲区呢 就是说数据不断的进行 出一个 就是说进行程序调用一部分出去 那么我们就可以再放一部分 那么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缓冲 那么这是一个中端 要接收中端服务的一个历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历程 那么首先呢 这个定一个无法二八位数的一个 是这个变量 那么它是用来保存CPU的寄存器 把ISR中使用的寄存器进行压占 然后呢 就从通讯控制器里夺取这个字符 然后判断接收队列满不满 如果说满了 如果说是把收到的字节放在环形 如果说不满呢 如果说不满呢 就把它放在对尾 如果说满了 我们就指出一个中央返回 和指出它的一个覆盖错误 那么右边的这个图呢 它是一个接收那个 从接收环形队列 接收一个字节 返回到字节 如果说环形队列没有任何字节的时候 那么就返回空 这样的一个小程序 我们就不再详细说了 那么一部创新通信还出现 需要一个问题 我们考虑的就是说 应用程序 它是以独占的方式来访问 环形队列的过程当中 那么中断禁止了 如果说应用程序不及时的 读取 来取出环形队列的字节 那么环形队列将被填满 那么以后的接收到字节就会丢失了 还是前面那个图 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那么这种问题呢 我们来用这种方法二来克服 就应用程序 我们等待这个信号量 比如说同样的是 刚才那个过程 它可以一边的 往里边的发送 填数据 它也可以一边的读取数据 那么出现 刚才那个问题解决这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信号量 来那个 标识它是否超时 也就是说 我们这时候用程序要等待这个信号量 那么就是 中断服务程序 受到一个字节后 它就会得到一个信号量 那么从串行端口就读入字节 然后就把它放在这个 环形的环形区当中 那么这时候呢 中断服务程序 就要把这个实验实行量来释放 那么我们这个任务 得到了一个信号量以后 我们才读取这个字节 那么就克服删数这个问题了 那么这样也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每次中断发送的时候 那么中断服务程序 都会使用信号量 那么这个操作呢 是操作系统提供的系统调用 那么执行这个调用的时候 会消耗一定的时间 也就是说每次接受到一个字符 都要执行这个调用 那么系统的开销就比较大 那我们提供的一个解决方案呢 就说收到一定数量的字符 或者收到特定的字符以后 我们才发出这个信号量 那么这样就可以减少系统的开销 那么发送呢 同样的是跟它的接触是一个反的过程 我们这里就不再详细的说了 这是它的两个分别发送的一个立场 那么同样它可以也是用一个信号量 发送信号量来解决这种缓冲的问题 那么它的接口函数呢 就是包含一个第一个初始化的一个函数 那么第二个就是发送函数 第三个是一个接收的函数 那第四个是清除一个环形对列的函数 第五个就是清除 第四个第五个就是清除 一个是接收一个发送的一个环形对列 那么其他的一些Io模块 不是包括一些音频的 还有一些那个手写输入的 我们这里作为了解 我们这里就不再做详细的介绍了 那么到这张呢 到我们到这样 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嵌入转定组件 讲完了 那么这一张呢 我们主要介绍了一个 嵌入系组件模块的一个概念 那么介绍了常用的 嵌入式系统的一个组件 它的实现方法 主要的接口函数 还有一些使用的方法 一个小的一个使用的立场 那我们在实际的项目当中 我们使用的组件很多 比如说一些计算 数据处理等等 我都需要我们自己 根据我们的讲述自己去定义 去设计 那么这一块 这时候这一节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